还有带您来看到在新北市永和区 传出有社区大楼连续两周之内出现了 无期确诊个案 也因此现在大家在追到底感染源为何 好像传出大楼里面有八大行业的公关小姐 因为受到三级警戒的影响 长时间没了工作收住 甚至到二级警戒之后开放的半套按摩店来工作 现在也让人担心会不会因此出现了防疫破口 不对此新北市卫生局回应了说 常无此事也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联想 永和社区大楼集体染疫 新北市长侯友宜下令 除了全部住户强制隔离 甚至传出大楼内居住多名酒店公关小姐 因为受到三级警戒影响 在长时间没有收入的压力下 传出曾私下联络客人 甚至到最近开放的中山区半套按摩店工作 不免让人担心会成为另一层防疫破口 目前针对该社区确诊案 疫调都没有发现有类似的相关的情形 面对可能的扩散风险 卫生局机关科长表示 目前疫调没有发现可疑状况 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 也针对这次的染疫状况 安排机动的筛检队 企图防堵疫情扩散 疫情好不容易区换 现在只能一筛再筛 希望真的能及时防堵 记者综合报道